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地骑行独轮车出行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但是同时又担心 不好骑 不敢随便上路 其实使用了正确的车和方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加感同身受地学习 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美女初学者 珊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珊珊 今天大家和珊珊一起来学习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三点老师好 之前我了解到那包的万事一款智能平衡独轮车 独轮车我懂 可是为什么说它是智能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首先它是一款可以保持前后平衡的独轮车 它是靠体感控制 而不需要任何遥控或者外来的设备来操控它 这种体感控制就像一年操控一样非常好玩 真的吗 千真万确 那我们赶紧试试好吗 好啊 新手在拿到Nineboard 1的时候 可以选择安辅助轮或者不安辅助轮 辅助轮的作用是让你快速地体验骑行感觉 但对你学习骑行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 所以你可以忽略不用 如果有需要安装的同学可以安装一下 骑上五分钟体验一下骑行感觉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如何单腿控制车子 首先你的右脚要放在独轮车脚踏板上 小腿紧贴独轮车侧面 如果习惯左腿的同学也可以用左腿 左腿站在独轮车左侧中间位置 右脚脚尖轻轻用力 这时你会感觉车子在前进 右腿适当向左侧扭 让右腿以圆规姿态画圆或者画半圆 让车子倒车也是一样 后脚脚后跟轻轻用力就会倒车了 前后中板或者画半圆 就可以借此学习掌握控制车速 减速刹车等 那我们上面提到这些动作 每一个都需要练习15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您身边有朋友 可以扶得强 蓝杆我们就可以练习双脚控车了 右腿站在独轮车上 然后扶人或者扶着物体 把左脚也放到踏板上 进行简单的骑行 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转弯 当正常可以骑行直线 就自然而然的会转弯了 这个动作大约需要练习15分钟 下一步我们练习单脚画形 这个动作类似于学自行车一样 需要一只脚放在脚踏板上 另一只脚轻轻蹬地 身体重心往前 尝试着用蹬地的那只脚 放在脚踏板上 尝试骑行 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 小腿会轻微地感觉到疼痛 受不了的同学 可以佩戴护腿 减轻疼痛 这个动作大约需要更久的时间去练习 建议分开两天去练习 每天练习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当可以骑行白米以后 我们就可以练习转弯了 在不会转弯的时候 可以先转大圈 左转右转 依次练习 然后逐渐缩小转弯半径 当左转弯的时候 右脚轻轻放松 车子就会向左转 当右转弯的时候 左脚轻轻放松 车子就会向右转 这个动作也需要15分钟时间 或者更长的时间去练习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刹车 在正常行驶中 身体往后仰 然后在直立 就可以停住刹车了 在此要特别提醒一下朋友们 在学习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一方面 初学者一定要佩戴护具 包括头盔 护膝 护肘 另一方面 一定要选择宽阔的广场 公园或者小区进行学习 不可以在室内 尤其是马路上学习骑行 每个人的平衡感不同 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差别 不要紧 没有学不会的人 只要你勇敢地去实验 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属于你的体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